歡迎收看氣象冷知識 早前為大家介紹過京士伯氣象站上的氣象儀器 其實還有兩款儀器還未跟大家介紹 它就是量度大氣蒸發量的蒸發銘和蒸滲儀 就是因為這兩個儀器 令我們在京士伯的同時每天都要趕著去量水 究竟有多特別?大家一起來看看 京士伯氣象站的草地上放了三個圓形的大水盆 它們是用來量度蒸發量的蒸發銘 蒸發量和濕度、溫度、風速都有密切關係 而濕度低、溫度高、風速大都會增加蒸發量 而蒸發銘的操作原理很簡單 天文台的同時每天一次定時量度蒸發銘的水位 如果水位比昨天低 同時就會將蒸發了的水量加上去 這就是蒸發量 和雨量一樣 都是以毫米為單位 通常夏天一日沒有下雨 蒸發量可以超過5毫米 相反如果下雨水位比昨天高 同時都會拿走多餘的水 將雨量減去拿走的水量就是蒸發量 故此蒸發量在理論上不應該小過零 另一個儀器就是這三塊田 它不是用來種菜或養草 其實它是蒸散量測定裝置 又或者可以稱為蒸滲儀的其中一部份 蒸滲儀是用來量度可能蒸散量 即是說在充足的水份之下 泥土的蒸發量再加上植物熱面的蒸騰量 天文台的同時會每日定時定量為這三塊田淋水 部分附在泥土上面的水會被蒸發 又有一部份的水因為被田裏的植物吸收了 繼而會被蒸騰 蒸發的水會經水管流到地勢較低的這三個缸裏 同時會每日定時量度過去24小時流出來的水量 而淋水量加上雨量再減去流出來的水量 就是可能蒸散量 蒸發量和可能蒸散量對農業而言是至為重要 另一個用途就是水利建設 譬如要建一個水塘或人工湖 這些數據都是非常有參考價值 由此可見天文台所讀的數據不是讀完就算 它是見證著香港歷史的變化 對香港的發展非常有貢獻 這集的氣象冷知識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